孝庄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深历诺尔哈赤、黄太极、顺治康熙四朝 更是把康熙培养成为一个千古异地 正是在康熙的努力下 大清才有了康乾盛世的开端 但是这样一位伟大女性为何在死后却迟迟不下葬 愣是从康熙时期拖到了雍正时期 更为离奇的是 孝庄没有陪葬在黄太极的陵墓旁边 这其中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孝庄陵中之前留下了遗言 太宗山陵奉安已久 不可唯我轻动 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的父子 就将我在你父亲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 我们能从孝庄陵中的遗言读出什么信息 首先他不想陪葬在黄太极旁边 不想轻易对黄太极的陵墓动来动去 其次就是孝庄死后想陪在顺治旁边 陪伴在儿子身边 孝庄的这两个理由貌似很感人 但是我们知道一般妃子是要葬在自己丈夫身边的 况且孝庄这么一个厉害的人自然也是要陪葬在黄太极身边的 这是清朝的丧事礼制定下来的 而孝庄为何会打赫这个清朝礼制 原因很可能在于孝庄早年的经历有关 早年间孝庄嫁给黄太极时 自己的姑姑哲哲已经是大福尽了 孝庄则是侧福尽 足够说明孝庄并不受黄太极的宠爱 虽然黄太极死后 孝庄培养了顺治康熙两位皇帝 但是黄太极生前的态度还是印在了孝庄的心中 所以孝庄情愿死后不葬在黄太极身边 还不如陪伴在顺治身边更好 之后为了在顺治旁边找到合适的位置 孝庄下葬的事一直被搁置 直到雍正帝才建造好孝庄的领路 这时距离孝庄过世已经有37年了 所以说孝庄迟迟迟没能下葬 也是因为他死前的一句遗言 就耽误了37年的时间 从孝庄的遗言中也能推断出 他生前不受宠的一些比较隐秘的历史事件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足备文